我们现在要做动画呢 这个叫做虚拟观视模式 那什么意思呢 你也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平常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 你可以按右键 有没有发现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鸟看模式 像鸟一样 在空中这样往下看 那我们一般来讲 在编辑的时候 这样是比较好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动画 你就要进去里面做 像我们一般看那个房地产广告一样 你可以进去里面 那他虚拟观视模式呢 还有一个就是跟鸟看模式也都有 就是可以储存时间试点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找到一个角度 我的客厅 我的房间 我们家 从某一个角度是最好看的 那那个角度有时候你要调是不好调 你就可以把这个角度把它储存下来 那下次呢 我就直接进去就好 所以这两个都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做动画主要用第二种 你用了第二种之后呢 你会发现多了一只眼睛 你看哦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眼睛跑出来了 有一个摄影机跑出来了 这样看不像眼睛 我把它稍微往前一点 因为被那个 这样有没有比较像眼睛的 有了 有了哦 你看 在这边 有看到眉毛吗 安捏 安捏嘛 对不对 摄影机里家 有没有发现它有 这个我把它称作点点头 这个叫做摇摇头 然后呢 这个就是眼睛的高度 眼睛的高度 我们来马上试看看 这个点点头 这样有没有点点头 虽然我画面有卡 画面卡住了 他不太想动哦 他不太想动哦 这样摇一下 这样有没有点点头 摇摇头 那 登 这样有感觉了吧 对不对 好 那眼睛的高度呢 跟这个 就有点关系的哦 你看把它拉高一点 有没有看得比较高一点 所以 所以你知道在你们家怎么搭电梯吗 蛤 用这种搭电梯啊 你 做动画 要沿着楼梯这样照啊 照啊 才上来哦 这样是一种方法 但是看久会头晕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用这个方式来做哦 你看哦 我先把角度稍微再转回来一下 你也可以从外面看进来 我应该 应该照到 拉到这边来 因为我这边墙壁已经打掉了 所以我从这边 过来一点 有没有 拉过来 我再转回来 转转头 这样有没有看到了 这样对不对 我看一下从这边 这样你就比较清楚什么叫做搭电梯啦 这样有了解吗 外面我们这个是有墙壁 有没有 这样可以上下 那你也可以站在里面啦 进到里面来 那我就进到里面来 谁说 谁说上下楼梯 一定要这样子 你这样下来 有没有 下一层楼 这样了解了吗 那我们现在这种方式是直接看嘛 直接看 可不可以做什么动画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要搭配一个东西 叫做摄影机 因为我们早上 是不是都用这个照相机 对不对 旁边这个摄影机都不敢搭配 我们来动一下它 按一下它 好 你看 如果你想先从外墙看进来的 我们可以先从外面 拉到外面来 你就往后退就好 有没有 好 我就从这边 从这里 OK 所以如果我要从这里开始 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 看到了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表示 做嘴的气候 都不一加开戏 然后呢 你就看你要怎么前进哦 我要从这里 往前往前 往前往前 如果你想要先从楼下开始的 你就 把眼睛的高度先放低一点 然后来到这边 好 按一个做记号 有没有一个路径的 然后我把眼睛放低一点 放低一点 好 再做一个记号 再前进一下 万一你有 就是那个点 你有射错的 当然你要撞墙而过 我也是不反对的 只要能够进得去 都是 都是好的摄影机 这样可以吗 好 进到这边我再按一下 然后呢 我可以转个角度 такая 不然你有一个点射错了 你可以这里有一个掃法 他可以把最后一个点删掉 假设你全部都不要的 垃圾桶 船了好 整個路徑都沒有 這樣清楚 那通常我會先怎麼樣 先稍微玩看看 所謂的先玩看看就是你按一下 這樣你就知道你的路徑是怎麼走的 這樣知道嗎 好進來有沒有 攝影機下來 然後再前進 那這個速度是由他自己幫你自己決定的 由他幫你決定的 所以這樣再走進來就走到我們家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就在這邊先停 ok 所以你看我把它跳到最後一格 我如果在這邊我想要移到樓上去 我就來用眼睛的高度 往上往上往上 這樣有沒有就看到了 這樣就坐電梯上來了 記得按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往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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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這裡來 好 用play的 進來 然後呢 就準備上樓囉 有沒有真的上來了 有了解的 那麼如果你真的要拿出去了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攝影格式 他會變成一個quittime的那個影片 quittime的影片 你可以從這邊選擇你想要的什麼 尺寸 那原則上最高就是到我們講的 上禮拜如果你要來 我們這個叫Full HD 應該是夠了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他用的是歐規 有沒有發現一秒鐘二十五格 一秒鐘二十五格 那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輸出一格 輸出多久 因為我上兒童班有個同學問我 老師我要做一個動畫 請問輸出要多久 所以 假設 你一張圖 就單一張 要 我們大概一分鐘 好不好 一分鐘 請問 一秒鐘二十五張 對不對 二十五張這幾分鐘 是不是二十五分 對嗎 好 那這是一秒鐘 如果你的動畫是一分鐘 二十五 是不是要乘以六十 就是 請問這樣要多久的時間 一分鐘的動畫 應該一天差不多嘛 對不對 你把它算三十分鐘 假設我是用了三十分鐘 然後呢 就 六十秒吧 這樣了解 所以輸出動畫 如果你用的是最高品質的話 他的輸出時間會比較長 輸出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一般來講如果在輸出動畫的時候 假設你只要先給 就是說做個demo給人家看的 我通常就是大概不要用太高 就720 480左右 就是DVD的名字 720 540 因為這邊是歐規的 我就用這樣子 那可能用高速度的 讓他輸出 這樣速度就會快很多 你把他按下開始之後 他會幫你計算 你這個路徑這樣走完 大概需要的時間有沒有 需要你看他在幫你估算就是 總共是828個 所以大概需要的時間 輸出只有六分多鐘 這樣可以嗎 做動畫最 這個部分應該是會花最多時間 會多時間 因為真正三體軟體也是一樣 在這一塊來說 就是會花比較多時間去做運算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然後呢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專案檔 就把它儲存下來 你的專案檔儲存下來之後 攝影機的動畫也會留下來 這樣了解嗎 這路徑他會幫你儲存下來 所以下次 你如果想要再修正也是OK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稍微了解一下 你可以再試看看